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五百盤是由五百集 這個聯合報 七十年老生命的全新品牌所主辦 在地小吃到米其林 從有七十年的老店 到全新新銳主廚 便宜到貴 風貌非常的多元 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 這絕對是第一份 台灣人觀點的餐飲年間 也絕對是2021年台灣餐桌 最美好的風景 為了完成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邀請了五十位 各行各業 非常多元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來追想回念 過去一年當中 他們最念念不忘的十道菜 能夠讓大家更廣泛地 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事物 五百盤 我覺得是近年來 美食評鑑裡面 最接地氣 然後我覺得也是 最貼近我們的一個美食評鑑 這一次的評鑑 有這麼多的 屬於在地的角度 來評屬於台灣自己的味道 五百盤菜 如果一天我能夠有機會 吃一盤到兩盤 我覺得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list 對大家來說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個評鑑 對我來說它更多的是 好像我們對台灣料理的一個集體意志 五百盤 它作為一個台灣人觀點的餐飲評鑑 並且記錄了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這一段時間 疫情之下台灣餐飲界的一個樣貌 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 而五百盤這一次的評選 尤其它是採取記名投票的方式 它等於就是把評審的個人品位 變成數據攤開來給大家看了 所以我覺得這份評鑑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大家不妨去看看哪些評審投給了什麼菜 什麼餐廳 那他有說的跟他沒說的其實都是訊息 都很值得挖掘 然後也都呈現了 You are what you eat 其實最大的意義在呈現出 呈現出我們此刻 此刻我們外食 我們燕影 我們在這個餐飲裡面 再去 在餐廳裡面 去尋找我們自己所欲所望的味道的時候 其實在這份榜單裡面 它就呈現我們此刻的描冒 那我覺得這是五百盤呢 就是為我們帶來最大的意義 在五百盤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